烂杀人 不能再啊 住手 住手 刀下留人 是啊 他不是黑鸿鸿 他是小鸿鸿 起来 是我仁和书韵的灯狐明灵啊 是啊 对啊 何大人你是不是瞎了狗眼啊 这明明是烂杀无辜嘛 是啊 我们总听他穿一针飞 你是不是笼子啊 没听过啊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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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个傻蛋 让黄勇唱来认人不就结了吗 去吧 外面给我叫上来 快点 好 快去吧 好 好 好 放开 放开 你们抓住人了 你们抓住人了 别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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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面呢 啥 啥 啥 我 就就就就你 看什么看 快 快 快去认这 到底谁啊 哎呀 错了呀 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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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 哎呀 错了呀 错了 错了 错什么了 这个不是缝蓝了 人家是小头红 人家在天津 北京都红着呢 傻眼了吧 有眼无珠啊 还当什么官啊 你 别吵 别吵了 你 别吵了 别吵了 你 你 别吵了 你 别吵了 快走人 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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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他 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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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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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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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回各家 哎呀 真没劲儿 难得杀个美人 还没看成 是他欺骗本官 押回去 再做处置 大哥 押回去 押回去 行行行 散了吧 散了吧 走 押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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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一下 黑凤我杀了 杀个屁 何大人把人认错了 犯人拉回衙门了 少爷 少爷 你听到了 听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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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小大红啊 你今天命大 有惊无险 脑袋没掉 给大伙来一段蹦蹦戏 解解闷吧 好 姐姐我就给你们来一段 来一段花园梅吧 好 这些好听 春季里风吹 万物生 花红叶 绿雨 草凹 站住 什么人 赶索 快撒 天天 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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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 队传 多会儿 有点 我 这有点 有点 来 这有点 好 好 你 来 来 走 走 兰兰 姐姐 谢谢你冒名禀替 救了我们母子 换成莫生我高兴 你才是真的黑凤凰 姐姐 您现在要是回 仁和书域不可能了 但是 您可以去其他地方暂避 大牛会送你过去的 姑娘 听说你家在天津 你看 直接送你回天津好吗 多谢你们搭救了我 桃红不过做了一点事情 就让你们豁命结伐场 与官家结仇 从此不得安宁 我 我这心里实在不安 我本已没有家人 吃开烤饭受尽苦难 老实说 也已经看破红尘 不如远离人世 不如空门吧 要不 送她去前夕的荆重山 我们相会有何照应 兰兰曾在那儿隐居 山上还有一间小巫空着 人烟稀少 与世隔绝 相信不会有人打扰到您 如果 樊昊知道 肯定会去看望您的 千万不要告诉他 免得 叫了他们一家人的平静 那的确是个好地方 那 我就先到那儿去居住 叩拜金娘娘 多谢两位傻事 桃红 就此告别 姐姐 兰兰就此告别 咱们后会有期 姑娘保重 请 嗯 大少爷 大少爷 采连来了 大少奶奶 黑掌门和兰兰 让我告诉你们消息 是关于小桃红的吗 对 她被黑标大哥和兰兰 从官府手中绊到劫走 现在在一个最安全的地方 兰兰让你们放心吧 太好了 回去帮我谢谢他们 另外一告诉他们 孟城在我这儿挺好 让你们放心 好 那我先回去了啊 去送一下 请 海管家 等这批煤运到了天津 你就又立下了第二件大功啊 以前呢 是他鸾珠矿加上腰窝矿 跟我们开瓶矿对抗 这回 我要给他来个开瓶矿 加腰窝矿 把鸾珠矿挤垮 只要这批煤到了天津 我就抬高煤价 主动权可在我老王手里呀 王邪班 你这可叫神机妙算 赛诸可呀 现在呀 我已经把开瓶矿那边的机器 布件掉了过来 把腰窝矿所有传输设备 更换了新的皮带 机器呢 已让开瓶公司的技师 维修过啦 好 太好了 瞧你这事办的神速 绝对的神速啊 我这种办事的速度啊 也是跟着杨大人练出来的哟 哎哟 我老快 佩服您 佩服您 这么说 王邪班 你是有什么好消息要告诉我了 有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我已经把腰窝矿 给咱们开瓶公司拿回来了 这么容易 当然也不容易呀 为了拿到腰窝矿的地器 很是费了一番周折 本人还垫了不少银子呢 好在是大功告成了 我已经 把腰窝矿的采矿机械 和地上的传输设备 全部都检修了一遍 好极了 我一定会向总部报告 好好地嘉奖你 听你说的 我总觉得 好像是天上掉馅饼了 请 好 向南 冯小姐 都运过来了 运过来了 东西要放在安全 隔潮的地方 你放心 我们一分钟也没有停 现在一直在挖地下室 放心吧 向南 黑镖大哥 就盼着你回来了 看来你这只燕子 还是很受信用的 是 黑镖大哥 再过几天 我们谈一谈具体的行动计划 我跟你说 现在有点情况 山上不能再去了 已经被轻叫了 等希望话再说 大哥 向南兄 辛苦了 黑镖大哥 这里不像一青山寨啊 那当然了 兄弟们 快 好好好 走 走 来 来 轻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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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 来 膽子 这点 小心点啊 轻点 亲拿亲放 快 来 小心点 好 好 小心啊 走 来 走 走 走 阿弥陀佛 您快闲信灵吧 给我梵华兄弟身冤 救出凶手 还我清白 我邹百议 给您重塑金身 王写本 你看看这是什么 幽闻煤矿的地气 假的 这是假的 这是伪造的 假的 不可能啊 鉴定过了 这不过是广东街方墨斋的临摹作品 我早就说过 天上屌馅饼一定不是好事 怎么说 我让那个管家老宠给骗了 你被耍了 你还为妖窝矿去检修机器设备 你的愚蠢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连一头笨猪都不如 好啊 老奎 这个相伴老 看我不宰了你 我还说呢 那天你管我要邀窝矿的地气干什么用 没想到啊 干了这么一件大事 老奎啊 老老实实一辈子 还做了一回大骗子 不是大骗子 就是将计就计 好一个将计就计 不过啊 王永昌这次的跟头是栽大了 以他的个性 他肯定是会报复的 老奎 最近你去天津躲躲 正好啊 天津的账目你也捋一捋 好 就封你为天津的大总管 你说这总办为当成 当个大总管也不错嘛 大少爷 大少奶奶 作白义来了 他说有重要事情找您 去叫他进来吧 肯定是因为繁华的事 你去屋里吧 他见到你就害怕 都不敢说实话了 好 那我先出去了 嗯 请 大少奶奶 我来赔罪了 邹老板 有话坐下说吧 哎 谢谢大少奶奶 大少奶奶 那宇国天晴啊 是何华先生临出国之前 迫我还给大少爷的 他说呀 敬重大少爷的为人 没成想 半道杀出个王永昌来 他偏要给这个宇国天晴 配个盒子 说表示对咱大少爷的敬意 结果第二天 物归原主的时候 大少爷没在家 二少爷接的 你的意思是说 他想炸的人其实是樊昊 对呀 他就是冲着大少爷来的 大少爷啊 是个好人 二少爷也是个好人 结果出了这事啊 给我下的呀 大少奶奶 您是个明白人 这 这 这个爆炸害人的事啊 真的跟我没关系 那什么我就回去了 大少奶奶 我走了 周老板 大少爷 周白义罪该万死 周老板 起来 大少爷 我知道 错不在你 在王永昌 我还要感谢你告诉我实情 等我找到罪魁祸首 你给我出庭作证 是 感谢大少爷 大少奶奶 身名大义 还我清白 周白义 永世不忘 天爷不早了 我派人送你回去 不用了 我住在兄弟的绸弹庄 需要我作证 随叫随到 好 告辞了 三杰 据到了清廷支援南方清军的军火 引起清廷恐慌 建议行成北方革命协会 与兰州新军正式会合 兰州起义 实际已熟 万难以待 快说 派我们做什么 你们这支队伍 命名为 鸾州革命军 第五军二里 有黑镖大哥统领 明晚择机行动 你们的任务 是控制河头车站 防止来自天津方向的朝廷军队 等我们拿下鸾州斧牙 与你们在车站会合 我们乘车西行 直到京京 我们一直在山上 如井底之蛙 没想到外面的局势 这样的好 我知道这次任务的重要 京京是通往唐山的咽喉要地 我一定不负重任 好 配掌门 秘密集结队伍 把武器分发到手 做好一切准备 明天下午 我将通知具体的行动时间 好 咱们一言为定 来了 通知山上的弟兄 明天秘密在客栈集结 记住 一定不能走落风生 好的 大船 大船 洪叔来了 洪叔 刚刚周老板的人来报信了 说走百姨出孟府的门口 就被人绑架了 我询问过 有个路人曾经看见过 有一个连毛胡子的壮汉 在孟府的街角蹲过 我怀疑是王永昌手下枣钢子干的 又是这个枣钢子 大少爷 这事交给我办吧 云九罗从手里逃脱了 这次我连台的主子一起收拾 是 你就别沾手了 先走了 洪师傅 我们店已经夕夜了 您还是赶日再来吧 我要找黑镖 有重要事情 让他进来吧 好 洪师傅 找黑镖有事 我从樊昊那儿来 造钢子丧心病狂 勾及官府 已经把凤凰客栈严密监视了 你们要多加小心哪 他曾经多次扬言 与黑镖势不量力 上次埋伏一枪打在你的肩膀上 那是你运气好 否则你早就见了阎王了 这个王八蛋 看来不先除掉他 不能成事啊 我倒是有个主意 邹老板 你串通那个美国人何华 使了一个卖假古董的计谋 炸死了孟凡号的兄弟孟凡华 冤王 明明是你跟王永昌 在红木盒子里做了手脚啊 我问过木匠房 那盒子 就是根据你的特殊要求制造的 你肯定 是在这红木盒子先放置了一个 一触即响的炸弹 这才杀害了樊华 可你们 却加害于我 卑鄙 真是卑鄙啊 我可以替你承担所有罪名 但是你必须要写一份契约给我 把你古董殿里的所有家道 全部移交给我 我就放了你 呸 你要是答应了 那我就给你一笔钱 省得孟家 老是追着你 让你偿命 怎么样 休想 徒财害病 伤天害你 伤天害你 伤天害你啊 走老爸 不要不识嘴 好 谢谢 不客气 坏东西 谢谢二位师父 救命之恩 要杀要割 随你们的便 反正我是不会说的 赵钢子 我知道你什么也不会说的 我上次跟你说过 要把咱俩的账清了我 你不是喜欢用这破钢子打人吗 我今天就用它灭了你 等一下 赵钢子 事到如今 你没必要再替王永昌卖命了 他已经把所有的恶行 都推到你的头上了 还有件事 你可能还不知道 你的媳妇 让王永昌糟蹋了 你说什么 你可以回去问问你的家人 让他们亲口告诉你 也给你一个回屋的机会 好 好 我劝说 好 我说祖宗啊 你死哪儿去了 人家今天的伙计 都找了我好几回了 乱势怕强你不知道啊 我去今天看看去 对了 去看看你妈去 妈怎么了 妈哼哼一下午了 不舒服 快点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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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了 妈 妈 儿子 我知道你在外面 干了不少的坏事 可你总也不听妈的劝 老跟人家孟家作对 妈一直想跟你说 别跟人家孟府过不去 其实 是你爸对不住人家才是 您是不是糊涂了 我爸怎么可能做对不起 孟家人的事呢 永昌啊 其实啊 是你爸 趁着人家孟府老爷不在 回家扶桑的时候 他想赚点私钱 还他的赌账 才逼着工人拼命的挖煤 才发生了瓦斯事故 后来啊 还是人家孟家老爷啊 卖掉了老家的宅子 才让大侯度过了这场劫难 人家孟家老爷 不但还清了你爸 生前欠的一屁股赌债 还厚葬了他 儿子啊 妈是要死的人了 妈说的句句都是实话 不会骗你的 这都是欠真万确的事情啊 这一切都是王用昌 指使我 亲自干的 我知道我做我得端 也活不了多久了 但是在我临死之前 我还想再办一件事 黑镖 红武 如果你们不相信我 就跟我一起去 等这件事办完了 我的命 你们拿走 好啊 就给你一次机会 起来 你是不是疯了 放开 放开 王永昌 我一直对你唯命是从 为你做尽了坏事 但是你把所有的责任 都赖在了我的头上不说 竟然连我媳妇都不放过 你个王八蛋 是 生前我给你当了个垫背的 现在我死到临头了 我一定要找个垫背的 恐怕 到最后 你也还是我的垫背的吧 我早就料到 你会给我来这一手 所以我回家以后 我想从来不卸下来 王永昌 杀了人 你还想跑吗 你们别过来 你墙里已经没子弹了 还下笔或什么 和我们走一趟吧 去哪儿啊 去腰窝矿 大少爷有话要问你 带走 走 走 快点 走 快走 老实点 上去 快走 老哥 回去给樊昊带好 董帅师帮他办了点小事 我还有要紧的事要办 先走一步 好 多保重 后会有计 后会有计 走 走 下来 出来 走 走 走 我 去哪儿 走 走 你 不 走 你 我 黑 摆 我 好像 大少爷 我已经把左板印解救出来了 枣杠子抓供了一切 待我们到了王永昌家里 想找他主子报仇 没想到这个王永昌 一枪把枣杠子给打死了 也好 这倒省了我们的事了 到了这个地界 你还怕我跑了不成 把绳子解了吧 好好说会儿话 王永昌 王永昌 知道为什么把你带到这儿来吗 这一桩桩一件件的血债 不用我再问你了吧 不用了 孟凡昊 冤有头 债有主 是到今日 我承问派给了你 昨天晚上 我才知道 我爹跟你家的恩怨 原来是我错怪了你们孟家 从韩三醒的死 到我爸被下毒 再到樊华被炸死了 这一切都是你一手造成的 可是有一件事情我还是不清楚 樊华到底是怎么死的 本来 是想利用这个瓷瓶 把你给炸死 所以让那个不明就里的邹百亿 把盒子送到了你孟府的后花园 想不到 孟凡华这个花花公子 他的好奇心还真强呢 盒子里面放的是什么机关 他到底看见了什么 盒里的夹层 安放了与外力撞击就可以引爆的炸药 瓷瓶横放 我在里边放了一条七寸 这个傻怪把盒子捧在手上 拿起瓶子 往瓶口里一望 里面一条毒蛇窜了出来 吓得他连盒带瓶 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王畅 你个王八蛋 你真是条毒蛇呀 你为了害我 真可谓是机关算计 咱们的会面 到此结束了 我 打小 就在腰窝矿滚打 现在 该回到埋葬我爸的地方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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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点 死有余过 大少爷 您可回来了 法昊 法昊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我没事 您放心 鸾州已经起义了 革命军已经打到 鸾州衙门门口 或者战打得更凶 大少爷 怎么了 我刚从凤凰客栈回来 听我大成说 黑标他们都参加革命军了 他们都已经 奔赴火车站参战了 那兰兰也参加了吗 对呀 刀剑都换成了枪 他们还从东北 带过来一匹响马队伍 天哪 希望他们没事 别等紧 快 别等紧 报 报 敌者们 给我打 敌者们 给我打 敌者们 给我打 敌人家 快 敌人家 跟我走 走 黑炫大哥 怎么样 我们顶住的是 天津方面来的朝廷军兵 他们活得很忙 我们损失惨重啊 蓝蓝 你怎么样 死不了 今天中午 革命军已经攻下了 栏州府衙 摘下了大厅的龙旗 已经挂上了 栏州军政府的牌匾 不过还有反复 姓河的口关呢 那口关 已经备武一枪毙命 大牢的熟犯 全部都跑了 官府的散兵游泳 正在我们的后面 向车站扑过来了 企图东西核击 吃掉你们 拿下车站 想得逗 大哥 大哥 我们后面有敌人的 告诉弟兄们 死都要顶住 是 大哥 你们两个带人跟过去 是 别开枪 别开枪啊 不要开枪 彪哥 怎么回事 怎么不打了 看看再说 不要开枪 不要开枪啊 我是过来谈判的 彪哥 彪哥 我要见燕向南和黑彪 我就是 我是燕向南 我是军机大臣 袁大人派来 劝你们放弃独立的 你们革命危险 不会有前途的 岳标筒已经归顺 三营管带张建功 也明确反水 你们恐怕也前途渺茫吧 不如放下枪械 免你们一死吧 放你娘的臭狗屁 要想从这儿过去 就把老子放倒 清廷五国殃民 罪已昭著 方有血气者 皆当振臂兴起 光我民族 滚 要想从这儿过去 就把老子放倒 清廷五国殃民 罪已昭著 凡有血气者 皆当振臂兴起 光我民族 滚 滚 滚下 放 上 快 走 哥哥 兄弟 见着什么 表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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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表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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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哥 黑表大哥 黑表大哥 表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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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 表哥 我想 你说什么 我想见见了我走 表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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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大哥 表哥 大哥 大哥怎么样了 表哥 大牛 快把大哥带到安全地方凶制 我带兄弟们掩护 表哥 快带大牛走啊 姐 都走啊 表哥 快 走开 走开 来 慢一点 来来来 慢点 慢点 慢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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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牛 把我放下 大牛歇会儿吧 歇会儿吧 放下来 来来 来 来 慢点 在这儿 我在 快救儿子 我不行了 快救儿子 快救儿子 快去 快去 兰兰 我在这儿 这辈子 哪有你家的女人 我吃醋了 答应我 是 一定要把 我的儿子带他 对我 我答应你 兵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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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兵兵兄弟 兵兵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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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上 快 兵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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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黑镖兄弟 要把妖窝框停下去 那是咱们中国人的 爸 爸 黑镖门 黑镖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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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孟生 樊昊 樊昊 美眷 彪阁的后事 就拜托你们了 孟生 是我的儿子 也是你们的儿子 我要去完成 彪阁的遗旨 来来 蓝蓝嫂子 我们的启示败了 燕小楠呢 亲密人太多 咱们实在抵挡不住 兄弟们都被冲散了 其他人也不知去向了 好 大哥 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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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王生 给你爸磕个头 一辈子都记着这是你爸 一辈子都记着 一辈子都记着 他在这块土地上长眠 爸 我会永远记着你的 哥哥 你别难过了 哥哥 你别难过了 我们的人都被打散了 我和大宁 还要回山上去 相信没牺牲的兄弟们 都会到那里重新聚合 哥哥 别哭了 哥哥 还有梦生 就拜托你们了 我们后会有期 放心吧 大哥 报完仇 我还会回来呢 我好 我会想到你 你喜欢吗 我世鲜 我来看我 只有你 我想我 大少爷 可惹着您了 老海 你怎么来了 一路上兵荒马乱的 武汉启事成功了 大家都在捡辫子呢 太好了 我早就说过 这条辫子早晚会被剪掉 少爷 大少奶奶 有燕像男的消息了 您在哪儿 我也不清楚 让大少奶奶跟你说吧 走 来 没劲儿 向南有消息了吗 马头车站一战失败 向南杀出重围 樊水叛将关闭了城门 在城内大肆搜捕义军 向南只得转赴天津再谋出路 不料 不料在谷野被清菊抓获 事已急刑 这是他的绝病 后院哎喽 优优独播剧 伸同草木熊 浑随日月轩 耿耿刺心智 仰望白云间 又有我心忧 苍天不见连 希望后期者 同志气相连 革命当流行 成功总在天 此身虽死了 千美名传 大少爷 周大人府上找你有急事 等等 来 把眼泪擦擦 别告诉周伯伯向南的事 他会受不了的 我 四方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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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 再来 几年前 我们两人曾在这里 设计着如何把鸾州矿 做强做大 实现以鸾收开的计划 可是现在 我们不能再对朝廷 抱有任何的希望 也绝对不能再相信袁世凯了 像当初 他支持您搞鸾州矿 与洋人抗衡 可是现在呢 他为了异己之力 竟然出卖了鸾州矿 说什么开鸾河狗 大把大把的银子 全部偏引了洋人 不管怎么说 万昊 这次特别的会议 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参加 言下 还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啊 周大人 对于这样的朝廷 政权 难道还没有到山穷水尽吗 樊浩 你听我说 这件事情 周大人 不用说了 这样的会议 我宁死不会参加 一九一二年一月十九日 周学习最后一次主持鸾框 和民营鸾框特别会议 被迫签署开平鸾州两公司联合经营协议 从此开轮矿木总局成立 周学习收开理想彻底破灭 有没有 您行 七十二 潘先生 您里边请 皇先生 请 他这样多长时间了 已经几天不吃不喝了 少奶奶 您来 来 少奶奶 翠席也病了 一直发着高手 趁皇先生在 也给他瞧瞧 陈四儿 来 跟二少奶奶说 别让他乱走 一会儿皇先生去给他瞧遍 皇 皇先生 怎么样了 大少奶奶 大少爷并无大碍 无大碍 那 那他这样 他这是悲伤过度 急火攻心 我给他看个方子 就应该没什么大碍了 有劳黄先生了 老款 带黄先生去最紧哪儿瞧瞧 好 黄先生 请 大少奶奶 二少奶奶没在家啊 他没在家 二少奶奶 您还发着烧呢 好 不用 不要紧 我怕日后身子不方便 甚至再有个三长两短的 怕见不到繁华了 繁华 我会保护好咱们的孩子 平安出生的 平安出生的 等着给您耗卖呢 好的 知道了 老太太 二少奶奶的胎儿很好 您放心吧 这真是太好了 太好了 妈 您放心 我一定会保护好孩子 平安出生的 好 大少奶奶 刚才有人送来一封信 老快 去备车 带上梦生 好 我尝尝啊 好吃 来 给您 快去 爸 梦生 梦生 大少奶奶来了 我的乖乖孙 来 老爷抱抱 真够沉的 我都快抱不动了 梅君 谢谢 老快啊 你去把我洪武兄弟请来 今天就在我们家 咱喝几重 庆贺我的乖乖孙到来 好 爸 您说人家那么多事 哪像您哪 你怕高兴吗 我这就去啊 快去啊 我说啊 老爷呀 都快想死你了 我也想老爷 是吧 来 老爷给你吃豆豆 来啦 好 来来来 你吃一个 老爷也吃一个 张子伟 你最近见过小桃红吗 嗯 那 他过得好不好 我前几天去看他 他就在我住过的那间 山顶小屋修行 弃绝尘世 四大皆空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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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他也会帮助我 他也会帮助我 得多久 我一会儿 帮助我 我 是吗 是的 来 周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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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中唯有天知我 万事当思 后事今哪 周大人 周大人 您不觉得到那个时候 什么都已经晚了吗 您把自己的一世英名 刻在千疮百孔的 鸾州大地上 让那些洋人 利用我们的矿产资源 用我们矿工的尸骨 去成就他们的美梦 可我们的美梦呢 我们后世子孙的美梦呢 范昊 我知道你年轻 血气方刚 可是 中国有句老话 留得青山在 现在 我要是放火把山烧了 就没退路了 周大人 您还记得 譚思同先生的那首诗吗 望门投诉司张锦 人死须语带肚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 去留肝胆量昆仑 这是谭思同先生 在监牢的墙壁上留下来的 您不会不记得吧 周大人 您没了鸾州框 可以开细棉土框 没了储煤厂 还可以开机械厂 可我不一样 我的根就在腰窝框 这腰窝框是老祖宗 留给子孙的 我就是烧了炸了 也不会白白留给那些洋人 是 凡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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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叹我洋洋大国 山河破碎 奸宁当道 列强觊觎 自缘尽世 外忧内患 民不聊生 漫朝文武 无意法难 金兵萧将 伐人振弊 请逼得一介书生 遗乱几时 大杀 大杀 江青啊 大杀 江青啊 大杀 江青啊 神明儿 二位 大杀 出品 الد尔 咱我叫银子 山尔 干什么呢 你们不来一下 我们就要向最后一个堡垒 发起进宫了 立刻去见孟凡浩 把这封信交给他 中国人有句话 叫做实时务者为俊杰 你把这句话 转告给孟凡浩 我相信他一定 会认清刑事的 如果他不干呢 约翰先生 到时候 我还有一张王牌可打 什么王牌 一个孟凡浩的老对手 开门开门 快开门 开门啊 开门 你们 什么事啊 我们来送信来了 等着 我去通报一下 走走走走 这样 这样 你站什么啊你 你这是要干什么 你 让 大少爷 您请 大少爷 你看 你看他们 约翰先生 你又来干什么 这不是田青 何大人的师爷吗 现在又给洋人 当狗腿子了 孟少爷 我们是给你带来 鲍尔文先生的 一封亲笔信 不用了 回去告诉鲍尔文 我绝不会放弃腰窝矿 这腰窝矿 活着 是我的家 死了 就是我的坟 实时务者 为俊杰 你知道何为俊杰 你知道这句话 真正的含义是什么吗 如果你知道 你就应该早点 回到你的国家去 该等 滚 都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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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滚 快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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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敬的宫使先生 不肩并腰窝煤矿 开瓶煤矿 以及开栏矿物总局 就永远得不到安宁 周边那些小煤矿 也会效仿腰窝煤矿 成为开瓶矿 和开栏矿物总局 继续发展的绊脚石 因此我强烈建议宫使先生 调集我大英帝国 最优秀的 所向无敌的军队 都准备好了吗 嗯 准备好了 孟生 雅妮 给爸爸磕个头 这是干什么呀 来 孟生 雅妮 快起来 梅娟儿 你们只不过是 暂时出去躲躲 等事情过去了 我接你们回来 放心吧 我没事 凡后 一切小心 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我知道好 照顾好自己 嗯 这事我还会 是 你们去天天待几天 等我办完事情 就去接你们回来 沐生 听奶奶话 知道了 幸会儿 送她们上车 好 走吧 来 老夫人 慢点 那你自己保重 放心吧 走了 来 慢点 来 老怀 路上小心点 好的 少爷 放心吧 走 走了 驾 出发 出发 走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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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里的干什么呢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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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都过来 都过来 弟兄们 洋人把军队 进铸了开平矿 接下来 马上就要来咱这儿妖窝矿了 大少爷现在在矿门口 堵住他们 要跟他们决一死战 保住咱们中国人自己的矿山 你们说 咱们该怎么办 决一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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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还说什么 咱拿起手里的家伙 洋人 照着洋枪洋炮 不把咱们中国人当人看 革命党在外面早就闹翻天了 害怕什么杨贵司啊 对 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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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一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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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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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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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再一个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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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绑紧拉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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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个 我们去 � أ years 都布置好了 那边 多布点 好 好 还有上面 嗯 大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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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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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公友 各位兄弟姐妹们 这妖窝矿 是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 我孟凡昊 就是死 也不会让它落在洋人手里 我不能在洋人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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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在这矿上 装满了炸药 你们都是有妻儿老小的人 我不会连累你们的 现在 就请大伙众回去吧 大少爷 大不了一死嘛 我陪着你 人家放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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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敌人人屁了 敌人人屁了 人家放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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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华先生 你听见这怒吼声吗 只要还有一个中国人 中国人的梦 就不会破灭 你告诉他 这是我们的矿 根据大清朝廷的合约决定 我们奉大英帝国之命 前来接收你们的矿产 你们将与我开完矿业公司合并 并且接受我总公司的领导 少废话 大清朝廷已经不在了 他的那些狗屁决定 早就作废了 这窑窝矿 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矿 绝不会留给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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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 来呀 准备 准备 有种你们就开枪 这矿上 上上下下 装满了炸药 大不了同归于尽 让你们的小命 丢在这矿山里 来呀 来呀 加油 随 Heritage 好 身上 又可原来 倒 96 是用武器 petrol 甲 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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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来 谢谢你和弟兄们 谢什么都是自己的事 好 杀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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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快来啦 快来啦 丫头 姐 丫头 蓝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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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丫头 蓝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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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 阿兒 你給我罷他 幫我寄想罷給我 大娘 師父 我現在只想知道結果 大英帝國的軍隊 到底有沒有佔領 那個像石頭一樣堅硬的 藥窩礦 沒有 這個孟帆浩和許多 不要命的礦工 在礦裡安了很多炸藥 孟帆浩用身體堵住了 礦區門口 他還揚言說 要同敢於接管礦的英軍 同歸於盡 我早就料到會是這樣的結果 約翰 我真的感覺到 中國人是不可征服的 他們一旦丟棄了 他們落後的辮子 就會像一頭雄獅那樣醒來 也許何華說得對 一百年後 這會是一個不一樣的國家 大多數中國人都和孟帆浩一樣 他們是不屈不撓的 我們西方人必須學會 如何正確地去面對他們 必須學會如何與他們交流 這麼說 您不打算再與他們爭鬥下去了是嗎 是的 我筋疲力盡了 是的 我筋疲力盡了 我們又是一旦 我們繼續的 來自我筋疲力盡 來自我筋疲力盡 我們先來自我筋疲力盡 发展了康壮大道